破镜 6.2公噸的代曜性廢棄物 有毒化學物質 會不會滲透土壤 又融於地下水流向附近南市溪 尤其周邊農民擔心 仰賴的灌溉水源遭受污染 在2005年2017年 傳出毒鴨蛋毒雞蛋事件 都與世紀之毒代曜性有關 雖然初步有四個 處理代曜性的方法 固化法用混凝土包裝投入海中 另外還有移壁法 焚化法 光能分解 但實際上台灣最常用的 還是直接粉燒 代曜性毒性波茸小區 過去曾透過空氣和水源 污染深處和農作物後 以食物的方式毒害到民眾 台中隆景的代曜性坑洞 去年11月至今 已經存在4個月 而所謂的水質檢測 其實是在1月進行 如今已經過去兩個多月 代曜性毒物還在原地坑洞內 剛下過大雨附近是豆米區 當地民眾有形不已 三星網址宣稱 台中